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属于框架的公约 全面这样建立全球海洋的法律秩序 包括经济活动 行道 生态资源管理等等 对同类国际协议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公约本身是不处理陆地领土主权或界 以至历史水域这些问题的 今次的仲裁案主要是针对公约部分条文的解释和适用性 根据公约的定义 海上的岛礁分为三类 分别是岛 礁和低潮高地 而在三者里面 岛和礁有12海里的领海 但只有岛才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有权限制其他国家在该处进行经济活动 今次仲裁的其中一个目的 是要厘清十个争议赌礁的定义 今次裁决意味着 中国实际佔领的其中三个赌礁 只是属于低潮高地 在法理上不再拥有12海里的领海权 裁决意味着 中国的九段线和所谓的历史性权利 在国际上不再有正当性 仲裁庭也提到 在仲裁启动之后 中国在争议海域的种种活动 都卡剧了争端 也都破坏了争议赌礁的自然状态的证据 违反了替约国履行争端解决程序的义务 比较少人留意到的是 其实南海争端和环保都有密切的关系 今次仲裁庭指出 中方大规模地填海造岛 这些活动都严重破坏了海洋的环境生态 而且确认中国渔民在南海利用破坏性的方法 大量地捕捞受保护的物种 而中国官方在知情的情况下 都不作出任何执法行动去阻止 都是违反了公约定名 泰约国要保护海洋生态的相关义务 今次的裁决有助理清爭端的重点和法理 并且凝聚国际的压力 长远促使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 尋求一定的共识和妥协 裁决亦都对国际法的整体发展和执行 有着重要的意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